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天的时间 十天的时间全世界丢了 应该丢掉了上万亿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银行之一 瑞士信贷一百多年 一八几几年 瑞士信贷最大的宗旨就是信誉 信誉 结果他瑞士政府带头 直接把瑞士信贷的信誉完全摧毁了 所以他非常贱卖的 32.5亿美元 卖掉了6千亿的资产 那这个东西 这个卖价子本身你就知道信誉完全破产了 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钱嘛 要不然他怎么叫资本主义社会 那钱靠资本 靠信誉来支撑的一切 其实我以为就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 恰恰今天呢 这个 恰恰今天这个习近平去了 这个 去拜访了普京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人类社会大重制的过程 所以他未来走向呢 我们不清楚 我们可以说这是全球主义的一种方式 其实也可能是真正人类当代文明的彻底的摧毁 就是衍生出来的 包括科技也好 诸如此类也好 其实曾经 大家曾经的生活方式都将被摧毁 谁能把控的 不好说 我不认为这是人能把控的了 我不认为 所以我们只是看到现实的状况 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解释 就是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守住自己的善良 现在不是什么投资不投资的问题 现在就是如果你家有万贯 是不是还生一分钱的问题 是不是还生一分钱的问题 而这个家有万贯 不可能变成一分钱 因为在资本社会的当中 它是靠信誉维持 可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那以瑞士为代表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具有 就是最崇拜信誉的 很多中国人 我自己从小就知道 谁要在瑞士银行有钱 那简直是就像有黄金一样 那中共的贪官都把钱放在了瑞士银行 其实这是一个很具有标志性的东西 因为他抢来的钱 一定放在这个中立的社会中 中立的环境中 不参与政治 对不对 那不参与政治就没有党派之别 不参与政治就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 那他只是保护客户 但是瑞士呢 从一年前的包括这个战争开始之后 他改变了他自己的政策 他是逐渐改变的 结果到今天呢 他就彻底摧毁了他的信誉 跟大家分享 那这些内容是我在推特上拿到的 与钱相关的 现在与钱相关的一些消息 消息就是 那我们就顺着这么走 28分钟之前 瑞士信誉 瑞士信贷呢 是下跌了61% 这就 这就几乎就没了 下跌了61% 他的时间是上午11点 这个时间应该是指欧洲的时间 不是美国的时间 不是美国东部的时间 所以那就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算 瑞士信贷 从他的历史的最高点的位置 到现在下跌了97% 大概93% 97% 没了就等于没了 所以这是瑞士信贷 被32.5亿被瑞士银行买过去之后 将在地球上完全消失 它不复存在 毫无价值 而它毫无价值的原因 是瑞士信贷 没有信誉 信誉破产 那这里面 这个就其实是我们昨天有谈到的 这是布隆伯格电视 170亿的 价值170亿的瑞士信贷 债券 给变成一钱不值了 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内容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数 那个说法叫 I A A T 大概是A T 他后来刚才有朋友 人家学 人家学博士的 就说这个 他说这个实际呢 就是指大银行发出来 自己发出来债券 自己发出来债券 我们买国家债券 你卖国债 就是美国国债 对吧 中国国债 那如果阿里巴巴 发出来的 这种债券 阿里巴巴的 这个蚂蚁金服 发出来的债券 可能就类似了 它是金融机构发出来的 向社会借钱 那这个东西呢 是靠信誉 对不对 你借钱完全靠信誉 而债券买回来呢 就像签字画鸭 说 哥们我欠张三 3块5毛钱 你欠李四 250 说你是250 他是250 那谁是250 那250 又是骗子 胡说 对不对 所以瑞士信贷 签出来 那就是最OK的 对不对 那结果昨天 在买断的过程中 就是在瑞士银行 买断瑞士信贷的过程中 把170亿 价值170亿美元的债券 归零了 我不知道您家里有钱 买没买瑞士信贷债券 归零了 就给归零了 这是革命 这是大土豪分田地 所以这个 那昨天晚上出来的呢 那很多媒体都休息睡觉了 所以这是刚才 布隆伯格电视 直接就提到说 瑞士银行买走 瑞士信贷之后 结果就把这个 把这个 170亿美元的 这个债券就给归零了 那这就完了 因为这个东西一开口子 所有银行的信用就没了 瑞士信贷 100多年是最大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 就等于某种程度上 等于资本主义破灭 等同资本主义破灭 而资本主义的原因 就是它靠金钱 靠承诺 对吧 我借钱靠承诺 所以这里面 这个内容呢 还是布隆伯格的 说六天 就把瑞士信贷干掉 而它却是 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 六天 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的 以后就没有瑞士信贷了 所以这是 美国的CNBC商业电视台 他也把这件事情 给看得麻烦了 就是一百七十亿美元的 瑞士信贷的债券 归零了 废纸一张了 这是不应该 不能够 但真实发生 这是布隆伯格的 在今天的开始 在今天就是 因为瑞士信贷的问题 包括他资本反悔的问题 给整个全球金融系统 带来巨大麻烦 欧洲的整个银行系统 在衰败 欧洲整个银行系统 那这里看到比较突出的是 德国银行 两家德国银行开始往下跌 而德国银行的老板 而其中一家最大德国银行 衰败的过程中 是在当年2021年 最早跟硅谷银行 切断跟川普家族之间联系 这真的是报应 真的是报应 那另外一个就是法国银行 法国最大银行 股票下跌了9% 然后在亚洲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叫什么 汇丰 汇丰银行大跌 然后他提到 再次提到 170亿美元的债券 给归零了 而这个 而另外呢 就是美国联储局 跟世界中央银行 要为了 需要保证这个 保证这个 美元的流动性 就是在市场上有美元 要保持它美元畅通无阻 所以这个说法 某种程度上 是保美元 保美元回银行 这个这个故事是这样 这是这是布隆伯格 半个小时 五个小时之前说的 那这个呢 还是提那170亿的 所以这件事情是最大的 这件事情代表着资本 资本主义的崩溃 某种程度上 因为戏女没了 那而这个Jim Kramer呢 是这个美国商业银行的大佬 他在银行的问题上 坑了他的 坑了他的客户 他是每天晚上 他叫疯狂妈你 疯狂钱财 他在每天晚上推荐过程中 一个月之前 他还在推荐硅谷银行 结果他现在说呢 你要看摩根 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 就是美国更大的 数一数二的银行 那现在的美国 道琼斯呢 我刚才开盘的时候 上涨了两百多点 就是很奇怪 银行钱没了 钱出世了 结果他股票上涨 他说搞不懂这 搞不懂了 就是搞不懂的意思 你看到都是对赌的 钱没了 银行的钱都没了 股票上去了 谁买的这是 对不对 其实比特币上去呢 还有情可原 为什么呢 比特币上去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整个这个全球主义的下手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 也OK 因为弄比特币的人 大多是崇拜 这个Chart GPT的人 也就是最现代的人 对不对 最现代的人 他对什么黄金啊 白银啊 so what 太老 对不对 岁数太大 我要玩 我就玩比特币 而比特币呢 从去年经历过来 是太低了 你基本就给打没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而美金现在达到了 2000美元一盎司 我自己经历过 美金是 225 一盎司 我看过那个 那你 那黄金太贵了 白银跟黄金跟着 那比特币太低了 所以就大批的钱 进入了比特币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完全可行的 就是一句话 他离开资本市场 离开现在看到的 这个股票市场 但是钱出问题 你去比特币 我们说不好 我只能说说不好 所以在我眼睛里看到 就是对赌 有一拨人在对赌 那一个小时之前 说在一个月时间 对不起 三月份 二十天 美国已经四家 全球四家银行 完全倒闭了 这个四家银行 完全倒闭了 如果它加在一起的话 恐怕它的价值 一万五千亿 一个瑞士信贷 六千五百亿到七千亿 签名银行 大概两千亿 九千亿 那这个 这个硅谷银行 大概两千五百亿 这就是一万多亿 第一个我不知道多少 所以你加起来 将近一万五千亿没了 这是习近平出访了 这是另外一个了 这是瑞士银行 在买过 瑞士银行 在买过瑞士信贷之后 它的股票下跌了13% 这是刚刚开盘的时候 这是川普的 下面应该还有一些资料 这里面他提到 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 从下跌到40美元 对不起 40欧元 这是2021年以来第一次 2021年以来第一次 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 在能源市场上 在它的投资市场上 认为世界将出现大萧条 世界出现大萧条 工厂成批的倒闭 就没有人用能源了 对不对 都在家了 都没活干了 工厂不开工了 它不就耗能就小了吗 这是可以这么解读的 而在同时间 原油的价格 跌到了65块钱 一年前 是105块一桶 现在是65块钱一桶 同样的道理 这不是电动汽车高了 而是说 他认为 人们的整个生活将大衰败 没有工作了 工厂全都破产了 两个小时之前 有一个人开玩笑 说去银行了 去银行了 在明年的时候 如果你去银行 人家就会这么说了 说很欢迎你到 UBS 然后SVB 摩根财团 这个花旗银行 也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 到了明年 全世界只有一家银行了 因为所有这些银行 都倒闭 都合并 那不是就是 人类民营共同体 或者全球主义 其实他讲述的 就是资本市场的衰败 真正的资本主义 资本市场的衰败 那下面就 这个是在 昨天一天前讲过的 还是讲述了 欧洲的银行 在美国 美联储的测试压力下 这里讲的 欧洲银行 包括了德国银行 这里出来了 德国银行 这个是英国银行 下面是这个 瑞士的信贷 他们在 年初的时候 都经收住了 美国联储局的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就是 看他别出事 对不对 这种压力测试呢 朋友们去买房子的时候 那个房子 这个银行给你贷款的时候 他也给你进行压力测试 要不然你贷多了 就出事了 所以这三家银行 都曾经非常好的结果 测试结果是非常棒 年度测试 测试结果棒就是信誉棒 然后全完了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今天的联储局 不是笨蛋 就是同伙犯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专家跟骗子 我问你有什么区别 专家跟骗子 我问你有什么区别 所以今天所有 今天所有崇拜科学 崇拜大数据的 崇拜这一套东西的 背离神明的 你都是被欺诈者 你是遭到为你的信仰 如果把它叫信仰的话 为你的自己的生命定位 带来的报应 我不开玩笑 真的 所以这里面在讲述着 相应的 应该是银行出现的 这种排行榜 还有一个大银行的排行榜 银行系统 人家弄得很复杂 咱不知道 两个小时之前路透 欧洲的整个银行股票 在大跌 它有一个 而在大跌当中的 整体数字跌到5.8% 这是一个两个小时之前的 那它意思就是 整个银行系统的股票 形成一个指数 而德国银行的领头人 叫什么 我不知道叫什么 就这个 这两家公司 一个跌了11% 一个跌了8.5% 而法国的银行 下跌了 下跌到8.2% BMP 细节我们就不讲了 时间的原因 但是股票我刚才说了 道琼斯涨了200多天 这是今天的市场 当出现这种对赌的时候 当德国银行开始衰败的时候 而瑞士 瑞士信贷 基本资本 资本社会的信誉完全衰败的时候 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崩溃 这是提出的问题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